小地方在莫拉克台风过后 也出现了燕色湖溃堤的危机 学者很担心燕色湖的危害 可能比土石流的范围还要大 一旦溃堤它的威力 可能像一个小型水库遭到破坏 但问题是目前灾区的交通中断 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监测 莫拉克台风走了 大水肆虐过后留给中南部惨重的灾情 但危机却还没解除 因为南部山区上 梅山山崩形成燕色湖 昨天下午的高雄县六龟虾 更紧急疏散民众 就怕上游燕色湖溃堤 会让低洼地区再度被淹没 燕色湖会形成是因为山崩 造成溪流阻断 慢慢蓄积成湖泊 燕色湖之所以令人害怕 是因为它有可能像是 921地震后的草岭潭 自己慢慢消失 但也很有可能像这次淹没小邻村的情形 一下子溃堤令人措手不及 要预测非常困难 因为后面会慢慢地积蓄很多的水 什么时候会溃也不晓得 那一旦溃了以后啊 就像一个小水库坏掉了 溃掉了一样 可能比一个土石流的范围还要再大一点 目前国内针对土石流有长期的监测 但对于燕色湖却掌握不了 而且管理上也是多头马车 除了林务局有定期监控台东 龙泉溪上的燕色湖 而这次南部灾区道路全数中断 研究人员也难以进入 到底还有哪里有燕色湖 没有人知道 这让燕色湖就像不定时炸弹一样 一旦溃决 恐怕只会让灾区雪上加霜 记者林姐妹王威雄台北报道